欢迎收看频道DH娱乐新闻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湖南卫视黑马剧,首播收视率卫视第一,肖战杨子演技经验四座 自人世间圆满收官后,观众在半个多月的饥荒中 三月的电视剧市场终于热闹了起来 多部猛剧待播,又到了开始先人打架的时候 其中新宅来势汹汹,海青和童谣两大后生助阵 《轴力大战》一触即发,从故事梗盖可以看出 该剧火药味十足,生活剧总能引起观众的共鸣 还有迪丽热巴搭档任嘉伦主演的古装神话剧《相爱穿梭千年》也被观众期待 两位高颜值演员组成的CP着实抢眼 而妖狮与愚人的爱情故事更是看点十足 不仅如此,一直备受关注的愚醉以下 简称愚醉终于在湖南卫视播出 而且刚刚获得同期卫视收视率第一的好成绩 即将掀起一股收视狂潮 那么,这部剧为什么会如此残酷? 感性与理性的碰撞,温情与治愈的碰撞 余生讲述了大学毕业前的林小智杨子氏 陷入了人生的低谷,父亲患了癌症,男友分手 对未来的美好想象突然停止 这时,父亲的主治医生顾伟肖战走进了林小智的生活 两个在心里受过伤害的人相遇、相知、相爱 并发现彼此是一生中不可缺少的 作为一部温馨的宠物剧余生 在人设方面已经相当抢眼 女主角林雪芝,性格开朗,做事火爆 是个能量满满的音乐女孩 而男主人公顾伟的性格与林小智完全相反 是一个严谨稳重的高冷医生 两人有感而发,有理有据 初次见面就擦出了不一样的火花 为了避免相亲,林小智逃到了顾伟的面前 还穿上了衣服,对顾伟不好意思地客气了一番 大哥好,这话风似乎不太对 填宠成兄弟了吗 另一边,顾薇直接被这波操作搞得哑口无言 射牛这种病踏实制步了的 立马冷脸,简直是没脑子和不爽即逝感 欢喜冤家的相处模式 真是在观众的喜好下屡屡跳票 我现在开始打喷嚏了 当然于醉的剧情不仅集中在甜蜜的爱情上 也充满了生活气息,温暖而治愈 林学志的父亲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式家长 他只会用严厉的批评和控制来表达对女儿的爱 但他也会和身边的人炫耀女儿的实力,嘴硬心软 父亲的突发疾病也让林学志清醒地认识到 我们总是把最坏的脾气留给最亲近的人 生离死别也是余生中最残酷,最无法逃避的教训 可以说余生既有甜蜜的爱情,又有温馨的亲情,内容积极,寓意深刻 杨子搭档肖战,高颜值CP太抢眼 于醉最吸引人的地方,在于其强大的演员阵容 杨子和肖战这两个顶级流量,哪一个都是热度的保证 抗拒能力也是妥妥的,两个人组成的CP是强强联合 首先是女主角杨子,90后小花的尖把子香蜜沉沉 尽如双欢乐颂等多部爆款剧,外形和演技都无庸置疑 此次在余生中,杨子饰演的林小智是世界上的小太阳 这个角色与亲爱的,爱过的中的同大为相似 而且杨子本人五官精致可爱,性格阳光开朗 诠释起这个角色来也是得心应手 看着顾薇这个极度洁癖的男主角,林雪怡厌恶地说道 杰痞疯了,眼神无语,怒目而逝,坦荡的个性瞬间立线 不愧是杨子,每个角色都能演绎的淋漓尽致 而在得知父亲的了癌症后,林雪智的情绪崩溃 回想起之前与父亲相处得不愉快,满心的悔恨和愧疚 没有为子女尽孝的遗憾被杨子演绎的淋漓尽致 杨子的表演让人感同身受,演技不容置疑 男主角肖战也是当红的实力派小生 凭借陈情表中的为无限一角惊艳全场 随后演绎事业突飞猛进 主演的《斗罗大陆王牌部队》等剧都是大片 此次在于最终,肖战挑战外科医生顾伟一角 身着白大褂,气质清雅,仿佛从漫画中走出来的人 让人根本挪不开眼睛 虽然外表高冷,但顾薇却有一颗火热的心 一脸认真的耍帅,幼稚的笔划着打枪的动作 真是识别三日当刮目相待 不同角色的状态都能完美把握 肖战的演技绝对在线 期待有一天他扛起国剧男主角的大旗 总的来说与最将甜蜜的宠物与生活相结合 剧情温馨治愈,男女主角的感情线也是笑点不断 相当不错 同时,杨子和肖战两位主演也是该剧人气的一大保障 外形颜值在线,演技更是让人惊叹 那么你喜欢看这部剧吗? 02 关于肖战的下一部信息 肖战宣布续约,宣传片时长突破1000万 品牌方准备开评的惊喜 大家都知道,肖战现在在娱乐圈的人气很高 这也导致他的商业能力很强 很多品牌都想和他寻求合作 此前,肖战正式宣布与百年民族品牌青岛啤酒合作 这一消息也受到了众多网友的关注 甚至出现在海外潮流榜上 而很多网友都会关注肖战的代言结果 现在代言结果来了 肖战是谁? 6月20日,爱问数据联合中国广告协会 博客天涯发布了青岛啤酒品牌代言人代言 效果数据报告 数据显示 自6月16日青岛啤酒官方宣布 肖战成为其品牌代言人两天后 即16日和17日 代言人贡献热度指数达到99.00 这是一个近乎完美的成绩 但没有对比怎么知道 不妨做一个简单的对比 他远远超过了5月份同类代言的平均分81.47 也超过了5月份新代言的平均分62.96 在所有官方品牌的代言中 95.81%来自于肖战 几乎占据了全部 这也可以看出 肖战的代言实力确实不容小觑 网友们也纷纷留言表示 但是不愧是肖战 实在是太厉害了 当然 肖战的代言实力确实很强大 不然也不会有那么多大品牌争相与肖战合作 而合作后的代言品牌 也不愿意放弃肖战这样的商业之王 近日 又有一家代言品牌与肖战续约了 6月20日 肖战发帖称 在新的一年里 喝上奥赛克燕麦植物奶 享受美好的早餐时光 并发布了一段视频 视频中肖战穿着浅蓝色大衣 和白色西装裤出现在我们面前 还是那么帅气 同样漂亮的还有油彩背景 蓝天白云 一望无际的麦田 当然还有奥泽克的产品 整个宣传看起来非常亲切 非常舒服 不说肖战的魅力是真的强大 短短5个小时宣传视频的播放量 就已经突破了千万 很多网友们都知道 欧扎克是肖战的老朋友了 能够再次和欧扎克续约 粉丝们也是非常的开心 纷纷表示2022年依旧互相陪伴 当然不管什么时候 总少不了夸肖战帅气的人 而欧扎克的官方微博也转发了 该视频并表示坚如所愿 与肖战一起蓄力成长 当然如果只是这样怎么够 毕竟都是老朋友 所以欧扎克还给粉丝们准备了惊喜 很多网友们在刚打开微博的时候 或许就发现了这个惊喜 那就是肖战的图片 一打开就是看到肖战帅气的脸 一手枕头 就这样静静地看着你 简直心都要坏了 真的希望每天打开屏幕 都能看到不一样的肖战 看完之后感觉一天的好心情都有了 肖战的代言品牌还有很多 我们也能随时看到更多不一样的肖战 所以作为粉丝还真的是幸福的 当然网友们最期待的还是他的新作品 此前就一直传出肖战的《玉古瑶》 即将开播的消息 那就让我们一起期待这部剧的到来吧 我们的新闻部分文此结束 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 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欢迎 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哦 谢谢大家